一点没少喝 我跟他一块喝酒 他一会儿就喝多了 我一看他这么大个 我也扛不动啊 干脆我跟他一块喝多 一块倒 小姨父啊 不是我说你 你说你挺阳光的一个人 没事郁闷傻瓜 就是嘛 我阳光 对 我阳光 你没听那么句话吗 阳光总在风雨后 就你小姨 我媳妇 每天除了骂 就是打弄得我可委屈了 但是 不有这么句快板吗 听过没有 说怕婆娘 怕婆娘 因为爱她才把她嚷 我是因为爱她 我大老爷们 我会怕一个女的 所以说我就委屈 我就找她 这就要愁 没想到啊 愁更愁 我看你俩我才愁呢 你说大半夜喝那么多酒 多危险呢 不危险 咱们小区嘛 全世界最安全的 幸福小区嘛 安全什么呀安全呢 昨天咱小区就出大事了 全小区的自行车 全让人给搬走了 谁呀 谁这么缺德呀 查监控没有 把这坏蛋抓出来 查了 而且目标的特征特别明显 一个光头 一个矮个 我不是光头 我也不是矮个 不是咱俩 谁呢 陈佩思和潘长江嘛 就是这个特征 人家陈佩思和潘长江 住咱小区嘛 要不怎么有这么句话呢 兔子不吃窝边草 他不吃他窝边的 上咱窝来吃 你可别查了 就是你俩 你说你俩胆子胆那么大呢 你把自行车都搬哪去了 不知道啊 不是 小姨父啊 咱俩喝多了 是不是把自行车 偷出去给卖了 卖了 那钱呢 喝酒了 还有行为呢 我告诉你 还有更大的事呢 干嘛的了 你小区有一个业主 那个车的玻璃 让人给砸了 谁这么缺德呀 查没查监控 把这个坏蛋抓出来 一个光头 一个矮个 我不是光头 我绝对不是矮个 还是陈佩思和盘长江 你俩都气死我了 我现在就收拾我化妆品去 我离家出手 钱之后我给你过不了 哎哎哎哎 我给你过不了了 你走就走呗 怎么带化妆品干啥呀 你不知道 我们家最值钱的就是化妆品 媳妇 你听我说 要是我们俩砸人家车玻璃的话 我们俩都干啥了 你问谁呢 你问谁呢 你俩偷完自行车 卖钱喝酒去了 砸完人家车偷完东西 又卖钱了呗 卖钱干啥呀 继续喝吧 没事 错了 你说你俩呀 啊 现在知道错没 知道错没 错了 看你俩以后也喝不喝 还喝不喝呀 那个 咱俩的吗 看你俩 就看今后 喝得好啊 喝得太好了 哎 你俩都在呀 他俩干啥呢 反省啊 反省干啥呀 小姨父爷爷 二姑父 从现在开始啊 不管是电视台录像 还是报事采访 你俩就说是在我嘎嘎当店喝多的 行不 王好欠儿 你是不是疯了啊 你只要他俩喝多了之后都干啥了不 干好事了呗 好事 啊 昨天晚上他俩 我跟你说怪 说了 我俩都承认错误了 是 哎 好事咋还不让说呢 他俩 昨天晚上 喝多了 把咱们小区 所有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 摆的那叫一个旗 停的那叫一个直令 是他俩吗 一个矮个一个光头呢 监控器看得清楚 我是矮个 我是光头 那不是陈贝斯和盘长江吗 那是别的小区的 阿尔米丽 哎 你刚才说我俩啥来着 听什么说我们俩是小偷 对不起 不对 还有人家车不合理的事呢 这个事就算了吧 对 别提了 我不去 不能不提 幸亏他俩把车玻璃砸碎了 要不那小狗就闷死了 车主还要感谢他俩呢 啥小狗 什么情况 是这么回事 咱们小区二号楼502那对夫妻 停完车之后啊 就把那小狗锁车里边了 要不是他俩把车玻璃砸碎 那小狗就没命了 哎呀 是他俩吗 一个光头一样是吗 我是二哥 我是光头 不应该是陈贝斯和盘长江吗 二姑啊 啊 咋好事都往别人身上赖呢 咋的 你跟他俩有丑啊 阿美丽 你不是要离大叔走吗 带着你的化妆品 走 那个误会了 这事 这事就过去了 好不好 怎么过去 怎么过去 过不去 小盲哪过 你咋来了呢 你咋来了呢 王儿你好 超流氓 咋的了小黄啊 正好你在这儿啊 你看看你家是傻人啊 我黄小黄 虽然是大龄单身女青年 我很想把自己嫁出去 但是我是一个真派的人 就他俩 你 是你吗 不是 跟我没关系 是你 哈哈哈 你闪开 哈哈哈 你 你过去 你自己 哈哈哈 你干了什么好事 哈哈哈 怎么掉了 亲爱的黄小黄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对你的爱是深沉的 我暗恋你已经很久了 哈哈哈 小黄 我我爱你 说着我 小姨父 小姨父啊 我痛心呢 我小姨父 我怎么有你这样一个小姨父啊 是 小姨天天打打你骂骂你 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你你酒后乱性啊 你就啊 啊 你就对这些小黄 产生非分之想啊 你还好 因为是想别人 啊 你 接着往下看 还有一段呢 哈哈哈 你看看 哈哈哈 亲爱的黄小黄 我对你的爱是深沉的 哈哈哈 我暗恋你已经很久了 小黄 我爱你 哈哈哈 哈哈哈 臭流氓 钱是一本 你就是臭不要脸 臭不要脸你 你先等会 我骂他两句 哎哎哎哎 好啊你 哈哈哈 人家二米粒对你多好啊 啊 你就对人家黄小黄产生非分之想啊 哈哈哈 不用脸 臭流氓 我不知道啊 坏蛋 一顿大坏蛋 哈哈哈哈 从现在开始 不许说在我家饭店喝多的 我跟你们俩 一刀两断 哈哈哈 断不了 断不了 完了 我四 哎 哎 哎 小四 我找你俩一天了 你俩猫家了是不是 好事 小四 误会啊 我我我不是故意的 都赖着酒 喝了酒以后有点乱小幸 对不起 别说话 亲爱的黄小黄 我对你的爱是深沉的 我追求你已经很久了 小黄 我爱你 听着这词怎么那么耳熟呢 我说这是谁跟谁学的呢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真的 人家等你这句话已经等很久了 你怎么才说呢 你在我的心里是那么的高贵 要不是因为他俩 我今天也没有勇气和你说出来 跟他俩有啥关系啊 就是他俩 他俩昨天晚上喝多了 就这两句话 他俩都交了我半休 是用视频交的吗 视频 亲爱的黄小黄 我对你的爱是深沉的 就是这个视频 但我就纳闷一件事 我向你表白 怎么发的是他俩的视频 你跟谁呢 啊 我 假的 疼 疼 疼 哎呀 咋的啦 想法视频 我差点给我媳妇打电话 把头按自首 我媳妇差点带着化妆品 离家出走 疼 哎呀 你俩闪开 你干啥你啊 啊 舒服 这么多人这么多人 我多丢人呐 因为你这么做我就会答应你吗 这么多人 人家咋答应你呀 什么意思啊 他是答应还没答应呢 好像是看不出来 你和人去中医啊 你找个没人的地方表白啊 明白了 大恩不演戏啊 谢谢二位哥哥 晚上请你俩喝酒 你俩也去 都去啊 我的妈呀 艾米妮 哎 我拿酒来 我压压惊 好好好 哎呀 我再给你炒俩菜来 二姑二姑 那怎么卫视啊 上我那喝不就完了吗 对 小姨姑爷爷 二姑姑 你们俩以后干什么 好事 能说在我那喝多的不好 我闭嘴 把两面三刀的 从今后不去你那的 要去你那也行 不需要钱 行行行行行行 哎呀 小姨夫 我跟你说得严肃起来了啊 以后真的不能再喝酒了 咱俩都断片了 多危险呢 是 你说咱俩 要是不喝酒 咱好好的做这些好事 咱得多自豪啊 是啊 是 这正是 昨晚发生许多事 搬车救狗帮小三 要是能把酒戒掉 放心 一定戒 对 哎哎哎哎 没事 我俩呀 吻味儿 嘿嘿嘿 快乐是个宝贝贝 谁找到的谁不累 嘿嘿嘿 快乐是个蛋糕 谁陪上谁就还陪 大你面 二你面 二你面 小你面 小你面 都是身边最快乐的人 嘿 快乐的Family 一场快乐的Family Family Family